是不是很難選的 對啊好難選的 超難選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在改廚房 一定都有超多這種困擾的點 然後我現在目前遇到的就是這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屎柳 我們來跟新裝潢進度 我們現在才把廚具的機台都拆掉 然後這幾天就要把廚房整個都拆起來了 拆除準備要進場 但我現在有一個非常困擾 非常困擾的問題想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的廚房 現在是L型的廚具嗎 但是我怎麼看我都覺得 不順眼 對不順眼 然後我問過很多人說 E字型跟L型 你們會選哪一種 大概都是L型 幾乎九成多都說L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檯面是比較寬的 可以切東西什麼的比較好 感覺這邊可以幫你們摸東西啊 對 可是我有三個問題 一個是我覺得人站在這裡兩個人是很K的 所以第一個是動線問題 就是你沒有辦法修憲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喔我們兩個人進來 對 這一這樣子其實 這樣看起來好像可以閃對不對 可是當你洗碗機拉開就 對 因為我們這邊要放一個大台洗碗機 所以它拉出來之後 我們不能 我就撞到門了 我們不能站在這 對 就變要在這 對阿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 我的水槽L型 沒辦法放大水槽 喔 那觀眾會說你為什麼要打水槽 因為好用啊 誰不想打水槽呢 對啊 然後還有一點是說 我給大家看一下圖面好了 是不是洗碗機放在這個位置真的很奇怪 對啊 除非你是放那個Fashion品客的抽屜室 喔 對可是我是 如果是大台的 我還是想要放大台那種 其實大台會很K啊 因為你要從水槽要拿出來 你要怎麼拿 我變成站在爐子的位置 然後洗碗機放下來 然後這樣放東西 對啊 可是你有東西在水槽 你變成要把面板蓋起來 然後再走過來拿 就是很不方便 是蠻K的 因為碗盤通常都積在水槽嘛 你不可能說再把它放到這邊 這樣子 裝啊 對啊 OK啊 而且這個動線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用 然後洗碗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本來有想說 那不然L型保留 那洗碗機把它搬到中島 就這邊就不要裝了 可是中島有一個小水槽嘛 但你在放洗碗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是比較油膩比較髒的 對啊 你不會想要把油膩膩的東西 放到中島的水槽 用沖的 或是你懂嗎 因為不想要在那邊用 是沒錯啦 你會想是在裡面這邊 對 就是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還是覺得 好像不能捨棄 洗碗機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來我想說 好 那既然都不想要L型 那不如我們裝 一字型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一字型的配置 它的配把有很多種 這個尺寸先不用管它 就目前我們寬度一定是235 可是 配置是不是要 90配45配90 不一定 嗯 我舉例 因為如果我要裝洗碗機 我45都要變60 對 那我水槽可以改75 嗯 就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問題來了 會覺得這個檯面很小 因為L多了一個這個 轉角嘛 多一塊 對 然後如果你是60公分的檯面 你的砧板放下去 基本上就快滿了 我發現就是 我們在想問題的時候 總是一個問題來 然後因為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會延伸其他的問題 對 對啊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那如果我要把檯面加寬 對 有幾個模式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聽聽看 就是你們會怎麼樣 建議 一個部分是 我變一字之後 我的空間比較寬嘛 我可以做活動殘車 去延伸我的檯面 對 對 比如說我可以放推車 或是 對 一來一去的東西 我覺得那些現在有點裝都很方便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可以把我的屋子 蓋成一半 現在有賣那種就是單口爐嘛 然後也有那種全區感應的 就是可以放兩個小爐子 但是是只有一半的尺寸 但你的鍋子就不能太大 因為抽油鹽體還在上面嘛 然後另外一半就是 你一樣可以用卡斯瓦斯爐 或是 IH 就是移動式的IH 就是插電的 你可以把它拿走的那一種 我就在想說 這樣會不會延伸檯面 然後又很激動性 我考慮的是這個 所以小空間好像 只能這樣做 對 而且抽油鹽在上面 所以你在這邊煮東西 你都還是可以抽 很多人聽到說 他把爐子變成一半 會不會不好用 但我想的是 我的中早那邊其實蠻多雞胎的 就是我有 就是 一個IH的雞胎了 然後或是我有 外面有烤箱 有氣炸鍋 有蒸的 有微波爐 什麼的 雞胎很多了 用到爐子的機會 好像就只有煎跟炒 所以我在想說這是一個方法 後來我兩個在討論 對 我們後來不死心 好像在一個門市 有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爐具 它是那種完全平面的 就平常是一個 反正就是它在你的檯面底下就對了 它那個表面是看不到爐子的 對 就是 你要找那個點 然後才可以加熱 對 它的機器是在下方 對 然後所以你平常是 它就是一個檯面 對 然後可以感應 然後目前現在好像台灣沒有帶以上 大家有用過 可以反饋給我 這是到底好不好用啊 這是隱藏 好不好感應啊 對啊 感覺很酷欸 對啊 你要當白老鼠嗎 而且這樣我的檯面 是不是就有大概 就超大 超大的 真的 就是你不煮東西 那邊就可以拿來運用 對 對啊 平常如果有個IH爐 它也是平面的啊 可是你就不會想要在IH爐上面 IH 不會 因為它畢竟是玻璃的 所以你不會在那個上面 在那邊 抖抖 切東西啊 對 因為本來想說 就很簡簡單單 就是一字這樣子就好 可是一個問題就是 又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我就會要一直想 一直想 我就覺得 怎麼一個廚房就是 搞得很複雜 對啊 所以我們這一集 就是要讓大家幫忙一起 就是你們會怎麼想 你們一字跟L的終極選擇 會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空間真的蠻小的 對 然後尺寸 剛剛大家都有看到尺寸圖 還有一個終極選擇 就是假設我這個檯面 改成那種平面式的 對 就是爐子都平面式的 那我這樣我的平台是不是就夠了 就很大 對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要裝大水槽 小洗碗機 還是大洗碗機 小水槽 這個超難的 不能兩個都大嗎 有一點困難 我有看到一個 105公分的大水槽 對 可是我現在如果105公分 我就會只剩下30公分 這樣不行啦 所以就變成90 配45 對 然後45的話就是 小的洗碗機 就是一樣是那種打開的 可是我現在目前好像只有看到 Dosch跟伊萊克斯有45公分 還有誰有45公分那種 就是不是抽屜式那種喔 要小的 對就是一樣是那種 像ASCO那樣子拉下來的 有沒有人用過那種 就是容量到底夠不夠 你們覺得 我覺得我用過60公分 我真的覺得怎麼樣都不夠 就用過大的啦 如果我這邊配60公分 我的水槽只能75 就是又會再小一點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就抓一個平均值好了 這樣是比較好一點 大家會這麼選 因為沒有平均值這種東西 一定就是 因為它就是 就是兩個都差不多大 那大概就是75配60 對啊 你用起來比較不會引額 我說啊早知道這個大一點 啊早知道當初那個小一點 對不對 你兩個都差不多大 就是真的是很平均 我們原本建商配的那個洗碗機 我們是放在中刀 所以講我們外面會有一台洗碗機 那你這邊還會想要用大的嗎 是不是很難選擇 對啊好難選 超難選的 大家會怎麼選 對啊這樣很難選欸 我覺得大家如果在改廚房 一定都有超多這種困擾的點 然後我現在目前遇到的就是這樣 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也歡迎你們跟我們討論 就是你會怎麼選 一字跟L的終極選擇 已經水槽跟洗碗機的終極選擇 對 好啦那現在新家就準備 進場要拆除跟進水店了 然後之後就會陸續再分享 我們新家的裝潢進度 對 然後大家如果要追蹤的話 可以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追蹤IG 然後也可以看我們的線動 跟IG的照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地位置小到我只能出現一隻手 哈哈哈